接下来就带大家去看一看 咱们这个加拿大中文电台 在上周举办的这个 华丽金曲夜的精彩回顾 加拿大中文电台粤语台 AM1470庆祝迈向20周年 特别举行了华丽金曲夜 在上周山绚丽登场 自从宣布这项活动 入场券不到48小时就全部受空 所以当天去到现场的朋友 都觉得机会是得来不易 每个人都开心地参与这个party 舞台复制的很六七十年代 以金色 紫色 蓝色灯号 五彩水晶灯 装点的华丽璨 一开场参加表演的电台主持人 DJ吞哲乐场 与观众握手打招呼 主持人卢玉凤 刘佩龙 也登台宣布华丽金曲夜正式展开 现场乐队首先以老歌 串起了大家的回忆 欢迎大家 非常感谢我们的影片 我们已经一次过出场来 就是说一说给大家看先 好 希望每一天 听到我们的听众 我们的客户能够的支持 今晚很难得了 大家可以参加我们的 许多眼睛的观众发现今晚的菜单 都用表演者的名字或节目命名 例如 厚厚炒带子 十分有趣 这次演出制作人之一的阿凯 率领更加兄弟姐妹 以热舞回整晚的欢乐开场 过生日当然要切蛋糕 连蛋糕造型都配合主题 粉红 蓝紫色 喜气洋洋 加拿大中文电台总裁李芳率众 共同切蛋糕 大家都希望 电台节目越来越好 业务是蒸蒸日上 第一个猜歌的游戏分为两组 卢燕梅与咖们姐一组 何活泉和李万华一组 还各有一位现场观众加入 竞争激烈 为了抢搭 李万华与卢燕梅抢成一团 抱成一堆 十分投入的咖们姐 也被主持人提醒 小心衣服滑落 大家笑成一团 FM961国语台 两位美女Jan和Jenny 首先登场唱起了 比她们年龄老得很多的 玫瑰玫瑰舞爱你 双J高发级 与改良旗袍的造型 很吸引人 她们甜美的笑容与歌声 正如玫瑰的美丽 如玫瑰Brenda 一改以往唱名歌的形象 以轻松的恰恰歌曲 走向台下群众 粉丝很多的她 差一点无法脱身 阿萨以哥哥张国荣的 Stand Up展现了她的舞技 这里说的是武术的舞 因为她可是黑带三段 表演结束之后 硬是被逼着做了一个 伊兹马 好在几身护迷惑 李嘉轩这个 由头戴眼镜的造型 要唱哪首歌呢 原来是歌手高凌峰的 成本作《大演员》 不过她模仿的对象 是刘德华 唤选美女主持人 Fabra 温柔的嗓音唱起 经典西洋老歌 Moon River 让大家怀念起 美丽的隐心 澳大利贺本 期间新时代传媒集团 总裁陈国雄 副总裁唐东来 余李芳等高层人员 一起上台举杯 向现场观众致意 除了与观众玩游戏 现场还不断抽大奖 尤其是现金奖 更是吸引大家 当明艳动人的李婉华 以亮丽的粉红色 晚礼服出场 唱的电影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的插曲 你你你为了爱情时 现场美黄灯闪个不停 后后和和拳唱起了一连串知名港剧 书见恩仇记 以天屠龙记 小李飞刀的主题曲 让大家直呼过瘾 最后登场的是 比喻点人稳重形象的Carmen姐 当她身穿短裙 与长马靴载歌载舞 唱出热情的沙漠 许多人都跌破眼睛 你给我 今天 你人或许我 我给你 你人人或许我 我给你一小微光 你爱人叫我 我在唱着唱 我现在心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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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终于落幕 不少观众已经开始打听 明年庆祝20周年活动 什么时候卖票了 可见节目的成功 如果你想知道 更多这一次演出的幕后花絮 可以上网到 tribu.b.fm961.com 看看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